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这里很负责任 说这一次的税务的调整 是纯粹为这次疫情 因为澳门的税机实在太窄 如果我们再将它变成常态化 我们未来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考验的情况 可能我们没有一笔正常的税收 我们是很难度过一些的困境 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强调 今年的税收调整是一个临时性的 不会变成常态化